打上司的游戏似乎有种历久不衰的经验感 各种形形色色的上司们冲到面前的那种压迫 在奴隶清光的过程当中真的会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哈喽大家好我是洛卡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游戏是Switch版本的《死亡鬼屋重置版》 这是一款当年以光线枪游玩的射击游戏 满满的上司迎面而来的感觉 就是要真实的GT手上那把光线枪 好好的瞄准各部位的弱点 一一的再把他们给送回西天 当然啦当年的光线枪玩法 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对大家的LCD LED萤幕来做出一个瞄准 因为当年的光线枪描法 就是跟着更新频率的扫描线一起去作动 跟现代的电视运作原理大大不同 所以光线枪当然也就没办法使用 可是游戏厂商真的非常用心 因为他们为了要让大家有效的模拟出光线枪的玩法 把头脑动到了体感控制的这一块 不过模拟就是模拟 趣味性有啦 但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操作差距 这个我们等等再讲 只是这样玩的是可以让老玩家回味到当年在玩那个光线枪游戏的感觉 新的玩家也可以在家玩到去老汤姆熊玩到的那一种 几枪的射击游戏 感觉真的是非常不错 原本我是没有打算入手这款游戏 主要是因为怕3D运的状况出现 可是啊 频道上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 罗卡你会开箱死亡鬼屋 罗卡你会玩死亡鬼屋吗 罗卡我们想要看死亡鬼屋 后来就想说完成这些观众朋友们的愿望 实际体验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也顺便看看这款当年在玩VR战警那种感觉的游戏 制作到新的主机上来 玩起来啊到底是怎么样 看到这边如果说是有留言跟私讯问我的 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 顺便把频道当中有兴趣的影片统统看起来 目前为止数位的版本已经开卖 我在日本的eShop上面购买 网路上有不少人说到日版的被和谐化 啊频道老朋友谢大大也特别提醒过啦 不过我还是优先买了日版 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没换区看到了就直接买 实体版是5月26号才会上市 想收藏的就下个月见 日版的倒是也有支援到简体的中文 虽然说没有繁体的直觉 可是90%以上的文字也都看得懂 算是可以接受 和谐化的部分就如同大家所看到的画面这种程度 血还是喷得很大气 不会因为和谐变成什么绿绿啊 直直的液体 只是抱头断直这种更夸张的表现就不见了 自己觉得是还OK啦 不到不能够接受 因为想玩的啊就是瞄准打爆之后的瞬间 至少不要连血都没有喷 看起来会很像在打木头人 可是啊我这蛮多玩家会care和谐化这一块 到时候就注意一下欧美版本 实体在推出的时候也可以看别人啦 先分享再来入手 不过因为光线枪对于现在9x9的用户 再用的电视跟萤幕已经无效化了 所以就利用手把体感来做一个瞄准的模拟 当然要关闭体感也是OK 可以用类比去移动准心 整个会准度比较高一点 可是啊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 少了一些直觉感也少了一点玩这套游戏的意义 结果一看的是左右手要各握一只 组起来也可以分开也可以 那我是右撇子 所以右手就是控制准心方向跟射击使用 左手呢可以帮我reload啦换枪等等 显然也有因应到左撇子可以让移动变成左手来瞄准 只是射击会依然在右边 等于是所有的按键操作完全没换 为了方便左撇子在瞄准的准度啦 他会把准心的控制移动到左手来 pro的手把也有支援到使用 跟玩七弹很像 就是一样可以操作整只手把用体感的方式来控制准心 只是模拟起光线枪的感觉还是有差 他在转动视角的时候啊 我是觉得准心也会跟着有所移动 再来就是体感的角度模拟 跟画面中的准心移动角度它不是同步的 等于是我们的JowyCon前头对准萤幕某个地方描过去 描十次十次都会落到不太一样的位置 所以啊在游戏当中就要蛮擅长的去使用准心重置的功能 要把手的位置摆好 再把准心移到画面的正中央 不然玩个一阵子啊手就会越来越偏 那设置里面也有做到蛮多的调整啊 像是准心的灵敏度啊感应器的死区调整啊 还有那个准心也可以依照S轴跟Y轴去做个别的调整 我是觉得要玩到很专业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稍微调一下 不然它的准心啊真的是不知道瞬间跑去哪边 有的场景呢还会有一点点保护色的感觉 看起来就特别容易花掉 哦对它的准心旁边呢居然还有弹药量的显示 可以肯定的就是我的反应太慢 或者是不够专注 因为啊我还是接近满按的状态在按RELOAD按键 就连自动RELOAD功能都已经打开了 也是这样子在按 那画面的质感呢我觉得毕竟是重置的 以Switch的主机程度来讲是还蛮OK的 而且还流畅程度保持得非常好 在战斗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很顺畅的移动所有的视角 反而是在一些动画的过程才可能会有一点些许的调阵 算是蛮特别的设定 至少不影响到在玩的过程我觉得都还好 而且意外的啊是通了关之后 我还有回过头去重打一些旧人质的地方 顺便看看哪些场景可以拿武器 也玩了不同的模式 结果完全没有头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意外 视角转得快又是第一人称 对于会3D运的玩家来讲 应该就是BOSS等级的游戏 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够拟针 还是因为太快就通关了 水没晕到也提供给会晕的玩家参考一下 场景有很多木箱啦 电脑玻璃油罐等等的摆设 不过大多都不能够破坏 只有玻璃有一些是可以打破的 这个设定是真的蛮特别的 因为他其中有一关啊 会有三只丧尸被关在那个玻璃的培养缸当中 我都已经射到他的玻璃全部都误掉了 里面的液体也狂吞猛屑 结果还是不会破 一定要等到巨庭的安排 那个时间到了 让丧尸破缸而出啊 他们才真的会把他打破 有很多红色的油罐也还蛮特别的 一般游戏做这种技巧就是打下去 会爆开 然后那个场景啊 抓对时机射的话 就是可以让整群的敌人死掉 可是射下去啊 好像没什么用 胖胖型的上司会举那个红色的油桶啊 射掉也没用 顶多就是不会被他K到扣血而已 人质呢 拿手将也是打不到 这个真滴死痕 因为他会被上司打到 在跑的时候也很慌张 可是我们恶意去瞄准他 去射击他 他完全会安然无恙 至于上司的弱点啊 就不尽相同 大多在玩这一类的游戏啊 一般就是爆头伤害最高的 可是他的上司弱点 有一些是在肚子 有的因为会穿盔甲 所以弱点就是在没保护到的地方 遇到的上司或怪物 也可以在之后的影集里面 选择去看到一些弱点的标示 在打一般的啊 除了要瞄弱点以外 他们手上如果有拿东西在乱丢的 也可以瞄那个东西把他打掉 有的上司是没办法直接打趴 要嘛就是有的不好瞄 要嘛就是稍微多支一点 有的打完之后还会有一些无敌时间 像BOSS就会有这样子的类似防御机制 连射不能够不停的去扣他血 只能够停顿一下 每次瞄好再打 才可以有最好的消耗方式 上司如果在转换位置 或者是类似跑点的动画 会短暂的无敌 多打就是浪费子弹 他不会扣血 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连续命中弱点是还蛮舒服的 因为有些弱点可以阻止对方的攻击 顺便增加给他的伤害 也有可能会有击退的效果 游戏中也有支援到两个人一起打上司 可以互相分配位置 各自顾好自己的那一边 也可以乱速的一起去群攻对手 他也有经典模式 上司会比较少一点 慢慢秒慢慢打 难度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另外群动模式是跑一样的关卡 但是他一面而来的上司数量 就会大大提升 说真的难度也是真的提高了 而且爽度也是大大的提升 看到一大堆的上司在面前被打爆 那种感觉真的会非常舒服 整体的剧情不算太长 而且差不多玩到一半就会 哦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很快的就会直接到剧中的部分 反派的方面也会用很老派的方式被解决掉 算是增添一点故事 让射击挑战分数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变化 不过以流畅度加上这种体感瞄准的玩法 在switch上面真的不多 玩起来是蛮有趣的 音乐也特别有挑了一些节奏比较快的感觉 让我们在射击的情绪啊 跟紧张感啊都会被带起来 随便乱打一边趴掉一边接关的话 应该是不用两个小时就可以轻松的通关一回 要精准的瞄准 挑战扫化的过程 或者是去就有人职啊 去拿一些武器的啊 就得要多跑几回 而且啊它有分成经典跟群聚两种模式嘛 所以在难度上 也会有提升再提升的感觉 如果说呢是把它当成两个人一起 可以去挑战的射击小品游戏 互相竞争一下分数的高低 游戏的续玩性啊 应该会再更好一点 就端看各位怎么去看待它了 那想要用体感瞄准打上支的 现在数位版已经有了 实体版就等5月26吧 OK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影片也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点了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洛卡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有什么想要看的游戏 有什么想要看的周边 也欢迎留言给我啦 拜拜